華謬朗平朗城會贏位置輸環境 只是因為樓盤受盡地理的困擾 包括這條由山貝河延伸下來的明渠 坐落在朗城會的東邊 正正是明渠的下游位置 如果以地盤擺位去推算 樓盤三座C至G室 以及五座D至F室會比較貼近 過去區內居民也反映 明渠不時傳出臭味 而廚方就懷疑與上游非法排放有關 由於路政署正在籌見長達540米的行人天橋 由元朗教育路燕南 一直貫穿去到西鐵的朗平站 橫跨了明渠的位置 要等到天橋2023年落成之後 才會進行明渠的改善工程 這條被譽為全港最貴 工程造價高達17億的行人天橋 對面就是大橋村 是劉業強家族和長實已經收購的用地 現時惑為綜合發展區 項目佔地超過20萬9千呎 可見樓面超過82萬呎 會發展為樓高31層的住宅項目 提供827個住宅單位 意味這邊的景觀長遠會變成旺樓景為主 樓盆以北就是西鐵的朗平站 除了西鐵埋站可能有噪音之外 樓下媽橫路和安樂路 是一條三次行車而且路面繁忙的道路 環保處和路政處曾經在其中一段道路 試驗以回收車胎橡膠的立青鋪設 去減低路面的噪音 區議員亦都建議擴展去到朗平站附近 但是就被處方拒絕了 樓盆以西環境亦都不見得特別好 只是因為朗城會地盤範圍設有 平順街污水泵房 和垃圾收集站都集中在西邊 屬於比較影響民居的公共設施 發展商需要透過設計去覆蓋污水泵房 唯一較為可趣的可能就是樓盤彌南 這邊免向舊樓臨立的安寧路 只是聚集了較多舊式的商店 他說 接下 放棄 議員 標籌